好 拍10 10 9 8 7 6 5 哇塞 好 拍10 10 9 8 7 6 5 哇塞 好 拍10 10 9 8 7 6 5 哇塞 當遇到自己選擇的事 即使過程中有許多不順利 我都會告訴自己一定做得到 只要答應別人的事也一定都全力以赴 20年來人生路上的大小事都有媽媽陪著我 後來她生病了 走得很突然 那時候沒能和媽媽說上最後一句話 當下我面對一切的時候 冷靜到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以前下棋的時候 不能讓對手察覺到自己的情緒起伏 所以我很習慣隱藏自己 從小我就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6歲就開始學圍棋 14歲考上了職業騎士 16歲我和媽媽兩個人從美國回來台灣 那時候用比賽得來的獎金 和媽媽一起生活 後來媽媽過世後 我獨自在台北生活了快兩年 養成了獨立的個性 被她喜歡這隻黑白色的衣服 因為圍棋就是黑子跟白子 但我認為衣服只是個包裝 不影響人的內在 我有雙穿了很多年的拖鞋 上面的蝴蝶結其實已經快要掉了 但我還是繼續穿著 因為我覺得很舒服 那有一次到日本比賽 來了很多的觀眾 但在下棋的時候 完全沒有發現自己已經被人群包圍了 其實當街其實到今年已經是第10年了 下過幾百場的比賽了 所以已經非常習慣了 習慣保持高度的專注與認真 遇到一件要做的事情 無法顧及別人要說什麼 就已經全力的去做了 還有一次上發生課 因為練習的時候過於專心 然後忘記要呼吸 就不小心暈倒了 當遇到自己選擇的事 其實過程中有許多不順利 我都會告訴自己一定做得到 只要答應別人的事也一定都全力以赴 就是下這麼多年 其實最大的一個體會就是 我覺得我是一個就是不能給自己太大壓力的人 就是我覺得我越是平常心 我越能夠下得好 我比賽前經常會夢到自己下棋 有時候還會夢到自己中盤認輸 當我醒過來發現這些小夢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很幸運 好像得到了第二次的機會 但真實的人生畢竟不像夢一樣 痛苦常是突如其來的 並不會因為勝負揭曉而解脫 也不會因為放棄就重新開始 但時間終究會淡化一切傷疤 現在記憶成為我思念的靠山 我常常跟姐姐一起想著媽媽的好 但未來還很長 其無人生 落子無悔 我覺得不管做什麼決定 都不要後悔 全力以赴 就不會有任何的遺憾了